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彭彭 你是不是有个好主意啊 啊 我看 还是讲个关于花的故事 对啊 花的故事 那就讲风玫瑰原蘑菇武师的故事吧 妈妈 是啊 武师语图魔狗的故事和我的一样有趣 哦 我也很喜欢这故事 现在大家都躺下吧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 啊 我很不幸 当国王太无聊了 把我的宫廷小丑叫来 所以是为您服务陛下 我可以为您做什么呢 陛下 我不知道 只是现在我对皇家花园完全不感兴趣 真的吗 陛下 您真的不喜欢玉金香和野鸣花吗 无聊的野草 那您对蓝绫花和金蚊花呢 讨厌的花 水仙花怎么样 还有菊花 蒲公英呢 无聊讨厌 都对那些残花野草 嗯 也许您需要给您的花园补充新的植物了 我曾听说过有一种稀有的花的故事 这种花的最后一只生长在牧草地上 哦 这种花的最后一只 啊哈 据说它是世界上最漂亮 香味最浓的花 它的名字就叫 风玫瑰 风玫瑰 把这只花给我拿来 跟这只花脾气冷戏 其他的都是垃圾 陛下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宫廷彩花师 我更像是一个给您讲笑话的人 嘿嘿嘿嘿 瞧瞧我的帽子 闭嘴傻瓜 把我摸过武士教来 您好 尊敬的陛下 是您在召唤我们吗 是的 我命令你们帮我找一种宝物 一种很珍贵的宝物 是 但我可以告诉你们 寻宝的路上充满了陷阱和圈套 陷阱和圈套 太好了 多多先生 陷阱和圈套是很危险的东西 是吗 我可以收回我的承诺 恐怕不行了 多多先生 我们是勇敢的圆蘑菇武士 都准备好了 那好 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刻赶到雾草地 把那唯一只蜂玫瑰给我摘毁了 那唯一的一只蜂玫瑰 那后来呢 妈妈 武士们出发了 走上了这条漫长而又危险的寻宝之路 他们穿越了山间的洞穴 又经过了荆棘密布的丛林 最后他们来到了鄂西湖 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往前走 四周都是悬崖峭壁 连我都爬不上去 看见了吗 前面太危险了 好吧 我们回家吧 逗逗 我们飞行武士可以飞过去 可是你们两个太重了 我们背不动你们 一定有其他的路可以通到对面 这是划着走的妖怪 快瞧不开了 思思去哪呢 我在这儿呢 你的阴险的老妖怪 阴险 他在做什么 我想他是疯了 过来呀 你要不找我呦 站着别动 你再说一次 呜 哼哼 你等什么呢 哼哼哼 我不会给你一份小点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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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哦 谢谢啦 万岁 万岁 四字家里 哼哼哼 谢谢你让我借用你的后背 滑着走的家伙 谢谢啦 滑着走的一份小点 别客气 好 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你真棒啊 太厉害了 然后他们继续往前走 没日没夜地走 就是为了去屋里找那只枫玫瑰 哦 连吵闹的青蛙都睡着了 好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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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莫玫瑰 走 抓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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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跑不掉的 快 让我回走 水流太急了 你们就要飘到他们那儿了 我要有办法 什么办法 炮弹 准备 标准 打到身上 为元魔府武士欢呼吧 好 太棒了 最后 很多次危险 勇敢的武士们终于来到了雾草地 在那里 他们发现了 风玫瑰 多漂亮的玫瑰花啊 这是我看到的最漂亮的花了 是啊 我们把它摘下来 离开这儿吧 先不要摘 我还要仔细地看看它 是啊 如果我们把它摘下来 它会枯萎的 枯萎 是的 它会 但是我们不能违抗国王的命令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给它带回去一枝花 我想好该怎么做了 嗯 陛下 陛下 回来了回来了 原蘑菇武士探险回来了 尊敬的陛下 我和我的伙伴们刚刚探险回来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花在哪儿呢 我们先是打败了恶西谷的滑行妖怪 不错很勇敢 可是 接着又战胜了乱泥蛙的蚂蚁勇士 是的 你们很勇敢 但是我现在最想看到 后来我们就到了雾草地 够了够了 我想看到我的花儿 好的陛下 给您 这就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花儿 哦 哦 这是什么呀 风玫瑰到底怎么了呀 是您命令我们把它摘下来的呀 那你想要什么 哦 天哪 我让你们帮我去摘花儿 可我却把它给破坏了 哦 我是一只多么无赖和愚蠢的蜘蛛啊 我把这张最美丽的花儿给破坏了 哦 哦 我错过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别失望陛下 风玫瑰它没有死 还没死 但是这花儿 它只是我们在回来的路上 采到的一朵枯萎的花 我们知道如果把风玫瑰摘下来 它会死的 所以我们就没摘风玫瑰 现在还在快乐活泼地生长着 陛下如果您想亲眼地看到它 或者闻闻它的味道 我们可以带您去 那赶快带路吧 司司将军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花儿 现在我宣布 从今以后 允许所有的人种植和欣赏风玫瑰 从今以后 任何人都不许摘下或剪掉风玫瑰 否则将受到惩罚 是 从今以后 国王元蘑菇武士 王国里的所有昆虫和风玫瑰都 他们一直过着开心的生活 这条路可能是武士们经过恶西谷石走的路 我们走喽 你没事吧 我妈妈 这可能就是故事里讲到的那朵花吧 风玫瑰 是啊 把它摘下来 然后带回家送给妈妈 好主意 什么 这是故事里武士们做的事 不是吗 不 你忘了吗 如果你把花摘下来 它就会死的 嘶嘶是对的 嘶嘶是对的 最好也告诉罗罗别去摘花 好笑啊 你在干什么 我在高高的树上结枉的时候 就看到这朵花了 我想把它摘下来 作为礼物送给我老婆 如果你把它摘下来 它会死的 可能再过几天吧 在花谢之前 我们家会很香 拉拉也会很高兴啊 可是这和故事里讲的不一样啊 我能让你送给你妻子一份礼物 真的吗 哦 这是我看过的最美的花 哦 罗罗 谢谢你让我看了这么漂亮的玫瑰花 看它和闻它的香味 真是一个很棒的礼物 哦 不 这不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 这个方法惯用 当然了 这是 一个袋子 一袋种子 玫瑰花的种子 我们可以种好多花 哦 这个主意 真的很不错 哦 说的没错 这个主意真不错呀 好主意妹妹 你是怎么想出这个主意 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母师们遇到这问题 他们怎么做呢 快吃饭了 哦 真好吃 哎 把蜂蜜递给我好吗 啊 啊 妈妈 蜂蜜没了 你好 小蜘蛛 快过来 老上好 你们好 大乙和小乙 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哦 我们想问问你能不能给我们点汁的 或者一杯蜂蜜也行啊 啊 蜘蛛妈妈 我们的地道塌陷得很严重 把我们的蜂蜜给毁了 哦 哎呀 我现在真的好饿呀 我也很饿 自从太阳谷里的蜂蜜越来越少 我们就只好吃泡菜这些东西填饱肚子了 哦 可怜的蚂蚁 我可以给你们点蜂蜜 妈妈 我们没有蜂蜜给他们了 我把最后一滴都吃完了 我们还有一罐蜂蜜呢 真的吗 嗯哼 不过最后一罐了 太好了太好了 嘘 别把事情弄走了 果然 要是把蜂蜜给他们 我们就没了 豆豆 我们不能总考虑自己 我们必须要为其他人着想 哦 哦 谢谢你 你真是太大方了 等我们找到了琥珀宝藏 我们就会把蜂蜜还给你的 哦 琥珀宝藏 什么是琥珀宝藏 哦 你没听说吗 琥珀听蜗牛说的 蜗牛听蝴蝶说的 我们听蚊子说的 我们听蟑螂说的 我们听蟑螂说的 在太阳谷的一个地方 有一个废弃的蜂巢 哦 蜜蜂们为什么要丢下一个蜂巢呢 那是他们保存蜂蜜的地方 有时候一个蜂蜜就了 蜜蜂们就会把它丢弃 然后再盖一个新的 现在大家都在找这个蜂巢 我们该回家了 再次谢谢你们 你们听到了吗 天宝 找一个丢弃的宝藏 我们去找吧 妈妈再见 妈妈再见 等一下 先把早饭吃完再走 妈妈再见 妈妈再见 祝你们好运 我们要先去找蜂巢 从哪儿着急呢 我们分头去找 我和小龙在天上找 你们在地上找 好主意 我们走 走啦 走 我们要从哪儿着急呢 小龙 嗯 既然我们要找蜂巢 那就得先去问问小蜜蜂 嗨 小蜜蜂 你们好朋友 我们想知道蜜蜂会忘记它们把蜂巢建在哪儿吗 不会的 蜜蜂从来不会忘记这样的 是的 小群 真的吗 真的 那你知道虎蜂宝藏在哪儿吗 哦 对不起 我不知道 可我前几天看到草地那边有一群蜜蜂在嗡嗡地飞呢 去那边看看吧 好的 谢谢你小蜜蜂 小蜜蜂让我们去草地那边的大松树找一下 哦 那棵树好大 这么大 有 哦 罗罗 你也在找琥珀宝藏吗 我正在找一些东西 我想吃一些可口的蜘蛛馅饼和跳蚤面包 啊 别害怕逗逗 罗罗只是在吓唬我们 罗罗 你也是在找琥珀宝藏对吗 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东西 回去吧 哈哈哈哈 我的都是我的 我什么全是松枝 哦 这个地方很黏呀 救命啊 那是罗罗 快来我呀 你怎么了 我被黏住了 快帮帮我 你还我 你们是想骗我们上去然后吃掉我们 哼 那我必须用手抓住你们 可是我的手根本动弹不了 因为我被松枝黏住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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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哼 哼哼 没看见吗 我被捆住了 套住了 缠住了 我被斩住了 被蜂蜜斩住了 不是蜂蜜是松枝 好黏哪 真的很黏 你们必须赶快把我拉出去 不然 不然怎么样 看那儿 如果松枝变异 我就会成为琥珀了 就像那边的植物 我会马上变成化石 永远也动不了了 看来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可是小君 啰啰是要吃掉我们 那只是一个玩笑 我的小乖乖一个玩笑 不过如果我们停下来帮他 别人就会找到宝藏的 我们不能总是自己 我们得为别人着想 是啊 比如我 好吧 豆豆 你去找妈妈 她会知道该怎么做 跑得越快越好快点 好的 一会儿见 豆豆走喽 快忙 快快快快 快忙 快忙 快快快忙 妈妈 哦 妈妈 你准备好了吗小群 好了 我们走了 可惜我太轻了 松汁儿 天哪 我们得赶快把它救出来才行 是的 金吕梅应该有用的 金吕梅 哦 太可怕了 金吕梅只是一种植物的名字 豆豆 金吕梅洗东西很有用 比如把松汁儿从脚上洗掉 看到了吗 谢谢妈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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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儿了 哦 哎 莉莉 哎 我在这儿 哎 为什么他们不停下来 帮帮我们 可能是因为你有的时候很讨厌吧 我 讨厌 我什么时候讨厌了 比如说 你吓唬小孩说 你要吃掉他们的时候 哦 小群 死死小龙 找到宝藏了吗 伙伴们 别提宝藏了 喽喽被松汁粘住了 我们现在急需把它救出来 哇 伙计 你快要变成化石了 我知道 孩子们 不管用啊 妈妈和豆豆来了 我来了 哦 蜘蛛妈妈太高兴找你了 哦 别说废话了 快把我拉出来吧 我担心蜘蛛丝不够长孩子们 不过我倒有个好办法 罗罗罗 我先把你的腿擦点金铝莓 孩子们使劲全身力气拉那个树枝 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明白吗 没办法 明白 我的小帮手们真可爱啊 加油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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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拉呀 孩子们 加油 万岁 我们成功了 做得很不错 孩子们 你们是我的骄傲 你们救了罗罗 太好了 不 妈妈 你快看 罗罗又被困住了 让我离开这儿 救命啊 罗罗 你的身上都是 拓呀 蜂蜜 蜂蜃 蜂蜃宝藏 我的蜂蜃宝藏 我的 我的 我第一次才发现的 如果你这些耗广闲似的人 不来打扰我 没有人会知道的 如果他们不来的话 你现在早就变成 虎蜃了 罗罗 可是可是可是 可是 可是 好吧 我把蜂蜜封给你们一半 一小半 哇 这些蜂蜜够我们吃一年的 谢谢罗罗 好吧好吧 我也谢谢你 你们要再不走的话 我就要把沾满蜂蜜的那只蜻蜓给吃掉了 我跑喽 这个给莉莉一家 好的妈妈 娟姐说这些 她高兴的都把我掐疼了 娟娟就是这样 你们还应该给螳螂先生送去点 今天就这样吧 知道了 妈妈 大乙小乙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们东着西着 南着北着 上着下着 可是就是找不到 火宝藏了 我们花了好多时间来找 什么地方都找遍了 为了就饿混了的小乙 我们只好把早上来的蜂蜜给吃了 我们现在好累啊 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找虎泊宝藏 你们可以再给我们一点蜂蜜吗 一点一点点 行 或者多给我们一点蜂蜜啊 没问题 我们发现宝藏了 我们可以给你们一整罐 真的吗 一整罐吗 真是 真是 太好了 太好了 可是 可是 这块蜂蜜看起来是 有点孤单 我们可以给你们两罐 我们都够吃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这没什么 妈妈经常说 我们要为别人着想 为所有人着想 好啊 谢谢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